卢至丹居士,等念冤亲,不增恶人 佛陀说法 在八大人绝经中,释迦牟尼佛说 第六觉知,贫苦多怨,横皆恶缘 菩萨不失,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增恶人 第六应荡觉知,众生往往因为贫穷困苦,仇怨太多 所以才去作杀道尹等各种恶事 造下了很多罪业 因此,菩萨在不失的时候 会平等地词念对待一切众生 无论是冤家还是亲人,一是同仁 而且不会去计较别人过去的错误 也不会憎恨那些做过坏事的恶人 佛家过法 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他 往昔释迦牟尼佛为忍辱先人时 欲歌利王歌解其身体 对他百般侮辱 但他不曾生一念嗔恨心 即是真正助于忍辱地 往昔无量节以前 释迦牟尼佛于山中修忍辱行 在山中无人干扰 又如何修忍辱行呢? 他居于山中 纵使受一切蚊虫虎豹等侵袭 为避免吓怕他们 故忍辱而不反抗 有一次 歌利王带同妃嫔大臣 即是从到山中狩猎 妃嫔们四处游览 遇到忍辱先人 献其留须长发 冒肾怪异 急欲躲避 忍辱先人叫他们不用惊慌 妃嫔们献他说话便留下来 问他何以在山中 忍辱先人答 我在山中修忍辱行 妃嫔们听后 好奇而围住他 与他交谈 此时 歌利王听闻妃嫔们 在山中与人谈话声 便走来看各究竟 献妃嫔们与忍辱先人畅谈 便渡火中烧 他问忍辱先人 在山中做什么 忍辱先人回答 他在山中修忍辱行 能忍受一切痛打辱骂而不反抗 歌利王不相信 说 世上那有受人打骂也能忍受的呢 随急灰宝剑把忍辱先人耳朵割下 但现其面色坦然 毫无韵色 歌利王又把他另一只耳朵也割下 忍辱先人仍能忍受 歌利王认为他再打妄语 那会有被割耳朵而不生嗔恨的人呢 又把忍辱先人的鼻子割下 叫他说实话 忍辱先人仍说能忍 歌利王又把他一只手割下 忍辱先人仍能忍受 歌利王说 既然你能忍受 我就祝你完成到夜好了 随住便把忍辱先人另一只手也割下 后又把他两条腿也割下 忍辱先人仍不生嗔恨 歌利王问 何以证明你不生嗔恨心呢 忍辱先人答 若我生嗔恨心 将来就不能成佛 乃至多得欲 若我没有生嗔恨心 我的耳朵 鼻子 四肢立即复原如初 说吧 其耳朵 鼻子 四肢立即恢复原状 这时歌利王大卫震惊 以为面对妖怪 命令随从把忍辱先人宰杀 这时 触怒护法善神 天极打雷降薄 歌利王大惊 向忍辱先人求救 忍辱先人为他向护法善神求情 不要怪他 他是来考验我 成就我的道业 将来尽未来计 我成佛时 第一个人要度的就是他 歌利王大寿感动痛哭流涕 希望能于佛城道后成为佛第一个弟子 释迦牟尼佛城道后先度的娇尘儒 及昔日之歌利王 由此可献佛教中无仇无怨 莫有不可解之冤 孟窗禅师度将军 唐代高僧孟窗禅师有一次外出渡河 船已离岸了 一位带刀的将军才匆匆赶到 站在岸边大声吆喝 要船马上回来把他载过去 全船的乘客献了他那凶煞的恶像 都不愿回船载他 只有孟窗禅师劝说船主 既然船刚刚起航 离岸不远还是给他一点方便吧 船主一看出家人说话 就答应了 将船撑过去载了那位将军 谁也没有想到 那位将军瞒不讲理 一上船 就大声呼喝住要人给他让座 莫人理他 他便举起鞭子 照孟窗禅师的头上抽了一下 还叫嚷说和尚滚开 把座位让给我 一边打下 孟窗禅师的头顶上出现一道深红色的边际 片刻之间 鲜血就流了出来 孟窗禅师默默地忍耐了这一切 静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让到一旁立住 传到对岸后 孟窗禅师静静地走到河边清洗头上的血迹 将军从别人口中得知事情的严重后 感到十分愧疚 就走过去 向孟窗禅师赔礼 并责骂自己一睹 谁料孟窗禅师竟毫不介意的样子 微笑助对那位将军说 不必道歉 我知道 出门在外的人心情总是不好的 将军被孟窗禅师的寒羊感动的T4横流 决心从此多行善举 人生活法 什么叫忍辱 就是要忍受不管来自什么方面 对自己造成心理上的重重痛苦 重重侮辱 包括不发怒 不接怨 心里莫有恶意 这是一个很难的羞耻问题 别人骂我 打我 拿重重事情来冤枉我 应该怎么对待 这是一个修行上如何处我之的问题 金刚经上说 知一切法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莫有人我之分 也就没有别人骂我 打我这件事 这样才能了生死 出轮回 否则 就被我执障碍住了 这既是高深的理论问题 在实践中又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逐步达到境界 我们真正能离开我像 认识到确实无我 我只是四大的甲河 地 火 水 风 四大元素凑拢来的 这个躯窍 四大分离后 哪里去找我 打我 侮辱我的这些事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有我像 遇到问题 就会皆怨皆仇 佛教讲怨亲平等 真正懂得怨与亲是互相转化的 就不会与他人皆怨皆仇 当代高僧净空法师说 人生在世 第一功德是要懂得化敌未有 化冤未亲 你在一生当中 心里面对一切人 一切众生莫有丝毫怨恨的念头 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 要学不济冤仇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修行的根本 别人对我有误会 对我有伤害 决定不可以放在心上 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境界 必须要有相当的觉悟 佛教给我们 绝而不迷 不跟任何人接怨 不但大的愿不能接 小小的不高兴都不可以有 为什么 有小愿就慢慢接成大愿 这是要警惕的 菩萨所谓 忍辱未大 宰相度里能撑传 我们虽是凡夫俗子 无法做到菩萨 成像的境界 肚子里使不了什么船 但总能养鸡条金鱼吧 面对冲突 只要耐心一点 遇事先深深的吸两口气 再让脑子左右转一转 换一个角度 多替别人想一想 将自己那满腔的怒火化 味濁气吐出来 就会抑制 祝暴腹的冲动 让自己活得和平些 日常生活中 人与人交往 难免会发生冲突 有些人常常会不顾一切的 争个胜负 他骂我一句 我必骂他两寻 他打我一下 我骇他两下 他拍我一砖 我敲他一棍 这种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牙字必报的针锋相对 只会使冲突升级 使形势恶化 而另外一些人 则在遭遇别人的侮辱或伤害之后 采取忍耐 宽容的态度 以得抱怨 化刚歌未欲泊 其实 不仅佛陀和梦窗禅师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化 刚歌未欲泊 以忍耐消解冲突 因为 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涌动住善良和宽容的本性 我们之所以不能忍耐 宽容他人的侮辱和伤害 是因为我们通常只为自己住享 而很少去为别人住享 让利己之心蒙蔽了善良的本性 报纸有这样一则感人的报道 一个青年 因为追讨朋友欠他的五百元 而失手赐死朋友 庭审的时候 青年的母亲得知儿子将被判处死刑而晕倒 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竟向法官求情 求法官从轻发落凶手 并表示他能够理解另一位即将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痛楚 最后 青年被免于死刑 改判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青年向朋友的母亲常跪不起 表示他极为深切的忏悔和感激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 青年赐死了他的朋友 他朋友的母亲李荡要求他为其子抵命 这在法律 在人情上 都无可厚非 但这位母亲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 反倒替对方助享 深切同情起那位即将失去儿子的仇人的母亲 同命相连使他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地宽恕了那个青年 并带他向法官求情 这位母亲的伟大在于他那颗伟大的心灵 换个角度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 我们就能做到以德抱怨 化冤为亲 用佛眼看待你的敌人和冤家 他就是佛 你会感恩他给你带来痛苦的同时 更带来了你对人生的反思 对自我的超越和事业的成功 见过密宗菩萨像的人 会发现菩萨是多面低 笑颜如花 愤怒如愁 凶恶如鬼 密宗是快速成就的法门 因为他调动一切手段 打掉你的贪婪 称慧 陋习等等 祝你一生成就 有时候 菩萨度化众生的一个手段 就是百般折磨你 让你痛苦莫名 让你艳离这个世界 从而堪破红尘假象 寻找人生真谛 愤怒的父母 严厉的教师 丑陋的同事 刁蛮的配偶 等等 都可能是你身边的菩萨 即使他们不是菩萨 但也要把他们当菩萨看待 因为他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检验自己的德性 磨练自己心性和能力的机会 如果能常常如此观照 心就清净了 清净心所折射出来的宽容 有爱 赏尽的光芒 终究会包容它 感化它 化敌未有 化冤未亲 携手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Ь ее支撒敏 میں 是的 戴框Jan除了 Freiheit 数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